好 喜欢看电影的民众有福了 临近东大门夜市的花莲铁道电影院 2月份推出铁道热映 会民众提供没有在花莲院线上映的电影 只要确认观影人数达30人以上 就会让想看的民众包场观影 即将在周六上映的香港纪录片《时代革命》 临近东大门夜市的花莲铁道电影院 近年到春节过年期间并未有播映活动 不过2月开始推出了铁电热映 为花莲商亲提供没有在花莲院线上映的电影 放映形式也不同以往 透过调查议院 确认人数达30人以上 就会提供报名民众包场观影 我们在2月的时候开始推出铁电热映的场次 首先铁电热映就是在花莲没有上映的电影 观众们很想看 我们就会透过包场的形式 让观众可以到铁道电影院来看电影 民众如果真的有你想看的电影的话 你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业 FB的专业 搜寻花莲铁道电影院 那在上头可以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就会来看看 最近有没有适合可以播映的电影 那就会替观众朋友来报 那3月份就会开始回复到 跟去年一样的常态应演 我们就是两个月会有一期的节目 那所谓的常态应演 就是会有很多的免费推广场 那有包括导演会来现场做音后座谈 或者是有相关影展的活动 所以就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我们花莲铁道电影院的粉丝专业 包含第一档日本作品 导演冰口龙界的偶然与想象 加拿大导演 佐维耶·多兰的麦特与麦斯 另外还有在台湾金马奖 获得肯定的香港纪录片 时代革命 也将在26日播映 由于受到热烈回响 也加场播放给民众选择 铁道电影院将在3月 以常态播映的方式 再度迎接花莲相亲 喜欢看电影的民众要把握机会 更多讯息可搜寻脸书粉丝页 花莲铁道电影院 记得蒋包含 花莲师报导